弟兄姐妹平安 很欢迎大家今天早上 又再一次来到牟迪港宋人堂 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来开始今天的聚会 现在请大家低头默导 预备我们的心来一同敬拜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听我读出今天的宣教的经文 圣经说 耶和华我要遵从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住上来 使我存活 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颂他可纪念的圣民 好 我现在请大家一同起立 我们一同来向神祷告 慈悲全能的天父 感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生命 有气息 来到你的殿中 我们一同来敬拜你 亲爱的主啊 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 发生了很多事情 世界很动荡 很乱 可是主啊 感谢你 你在每一个神的爱女的心中 你刺杀了平安 因为我们心中的平安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我们就怜悯他们 主啊 求你帮助你的教会 所有的爱女们 所有的基督徒 都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心 来看这个世界 帮助我们 把福音赶快地传给他们 主啊 我们把今天早上 崇拜的时间 我们很恭敬地 眼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求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用你的心 为心 来看这个世界 主啊 我们把今天 每一个程序 无论是我们讲道的 我们唱歌的 读经的 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赐福 主啊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动乱 这个世界 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不在我们的 讲卧的当中 可是 主啊 我们感谢你 都在你的讲卧的当中 你知道一切 你安排一切 主啊 求你引导你的爱女们 在今天 该当怎么样的来 生活 好让我们成为 你的见证 我们在这个社区 也可以成为盐 成为光 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愿你的名 伟大 愿你得着荣耀 主啊 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这样祷告 侍奉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请 彦平姐妹 来带领我们唱四歌 弟兄姊妹 早安 今天是主日 让我们一起来 敬拜神 将感恩赞美献给他 来唱 敬拜主 彦平姐妹 荣耀能力 一切赞美都快给他 教会主 请拜祈宁的主 从他宝座 能离留处留的万别 爱高举 愿堪高举 主与苏生命 爱掌心 愿堂掌心 愿意如荣耀 情报主 请拜祈宁的主 都从手边 尽多荣耀 万万之王 情报主 请拜祈宁的主 荣耀能力 一切赞美都快给他 情报主 请拜祈宁的主 从他宝座 能离留处留到万别 来高举 高举 主与苏生命 来掌心 愿堂掌心 愿意如荣耀 情报主 请拜祈宁的主 我从手边 尽多荣耀 万万之王 如今的时间 动荡不安 但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却有神同在的平安 天父体贴我们的软弱 信靠他的人 必猛祝福 我们一起来唱 这地的花 夜里的花 穿着云里的理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由为生活 自爱的天地 天天高的云 他本来世上 为光临 被人家的路 一切只要 他不已经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出道 自爱的天地 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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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月 谁谁谁谁练 神弦他帅外 长官等云里的世上 当地 外团成都 应该jiang 单神弱的者 其调 perd 她篑 天天天地 天天地 天天地 你自己的人 曾经去世上 为光临 或者信靱 杨质地 天天地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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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之遥的 别人都知道 若我心中的能让他为你不除了 自爱的别人 看你都看了 我心中的能让他为你不除了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一同来为奉献来祷告 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一直到今天 你赐给我们有能力来工作 你赐给我们有生活的所需 仍然得到你的恩典的照顾 感谢你 主 我们乘着感恩的心 把我们的奉献来交到你的手中 主 我们不配 可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心意来带到你的面前 求您来悦纳 帮助 用在教会的事供的当中 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 得到帮助 我们也把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的生命 能力才干 金钱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奉献 主啊 因为我们本是你买赎回来的人 感谢主 求你悦纳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使封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呢 有圣餐的时间 我们今天有梁牧师来带领我们 进行这个圣餐 请梁牧师 现在是圣餐 我们欢迎 每一位已经接受洗礼的 一同零售这个圣餐 请大家在家中 预备好这个饼和杯 在圣餐之前 要我们先神策自己 在诗篇第五诗篇第一至第二节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垂静静 并解垂我的罪 这两节的经文表达世人 深切地承认自己的过患和罪孽 求神去涂抹和洗净 同样 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世人都是受这个罪的邪忌 藏在神的震怒和淫罚底下 探视老虎 但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的连续和慈爱 祂赢 对面和接近我们的嘴 解脱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 完全的咒术和盼望 现在请我们低头 有一段磨蹈的时间 然后我会为这个丙和盼祝福 请低头 亲爱的神啊 我们的主 当我们再次安静在你的面前 我们都预必领受这个圣餐 让我们深切地承认 我们的罪常常在你的面前 虽然我们口是相信你的 我的心愿意跟随你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虽然称你为主 但却没有真心地爱你 信靠你 跟随你 常常地以自己为中心 按照自己的信誉而行 集求自己的事 在生活言语行为上 没有好的见证 荣耀你的名 现在我们诚心地 诚信地 奥会 求主赦免 求圣灵 更新我们的心 去力量 我们去改变 接着 灵受这个病和悲 好叫我们更尽力 你的慈悲 忍悯 求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 主耶稣基督 圣明求 Amen 现在请大家 拿起 你所预备的 这个饼 请拿起 这个饼 主耶稣 必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 如其行 为的是 纪念我 现在请 我们一同 吃这个饼 纪念 主的身体 为我们 抹开 请大家 拿起 你说预备的杯 饭后 也叫 照样 拿起 杯 来说 这杯 是用对我的 水 所力的信约 你们每逢 课的时候 要 如其行 为的是 纪念我 请我们一同 磕着个杯 纪念 主的 宝血 为我们 露出 我们 感谢主 弟兄姐妹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 是在以夫所书 第一章 十五到二十三节 请听我读出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助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 伤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照 有何等死亡 他在圣徒中得的祭验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 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始祢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子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近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 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回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哪 充满 万有者 所充满的 好 圣经读笔 今天我们很高兴 有我们的堂主任 万牧师 来为我们证道 他今天的讲题是 会教会 福星的祷告 我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万牧师 好 弟兄姊妹 平安 今天我们一同来 透过 以福所述 第一章的 第十五节 到二十三节 保罗的祷告 来帮助我们 祭俗 来明白神 在宋文堂 他的心意是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 我请大家 跟我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的神 求你在下面的时间 你倾记与我们同在 我恳求 赠你的灵 你帮助你的仆人 求你把 当说的话 也 也把你的真理 禁斗 打开 求你 应证你对教会的爱 跟怜悯 你怜悯你的仆人 谢谢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 愿讲的 跟听的同盟 恩惠 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Amen 好 弟兄姊妹 今天 我透过以福所书 第一章 跟大家一同来思考 就是保罗 使徒保罗 在这里是一个祷告 是为 以福所教会的 一个祷告 上次我在 讲道当中 我有几方面 从神来的领袖 我盼望 墓地港 宋恩堂 成为一个 第一点就是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想透过保罗 为教会的祷告 来看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向神求 我们求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集中在 一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 这几节圣经当中 请大家听我念出来 第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我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祭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主要今天有几方面 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保罗在祷告当中 为教会的祷告当中 主要有几方面 第一点就是他求神 他求神 将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赐给教会 就是赐给神的儿女 目的就是要我们 正能够认识神 第一点就是 保罗盼望 神的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能够认识神 就是完全地认识神 不单是头脑的认识 一部分的认识 乃是完全地 知道神 认识神 这不是我们 自己能够 透过自己的能力 智慧来 来做得到的 所以他说 我们要求神 赐下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智慧跟启示的灵 就是圣灵 因为圣灵是 真理的灵 他 他记下智慧 给凡信靠他的人 所以第一点 保罗叫我们 也为我们求 我相信他也 希望我们自己 这样向神来求 第一点 求什么呢 求神 寄给我们 圣灵 所给的智慧跟恩典 我们能够更加 认识 叫我们的神 救我们的主 寄给我们的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能够 越来越明白他 认识他 这是第一点 因为认识神 越认识神 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 我们越明白神 我们对神的信心 信靠的信 就每天在增加 如果你不认识他 你怎么能信靠他呢 他的信意 他的性情是什么 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怎么能 怎么能跟这一位神 继续保持一个 良好的关系呢 可能我们 慢慢慢慢 就越来越 跟神的关系 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第一点 保罗很盼望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认识神 不单是头脑的认识 乃是在生命当中 经历神 认识他的生命 从交往当中 来认识神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求神帮助我们 叫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好像就是打开 我们的眼睛 好像我们 好像看得不太清楚一样 他说要求神 叫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 好像我们的眼睛有问题 好像我们 熟灵的眼睛 出了问题 好像有近视一样 可能也有白内将一样 挡着我们 能够看清楚 熟灵的事情 所以他 保罗的祷告 第二点就是 求神 叫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熟灵的眼睛 能够明白 不但明白神 同时明白神 在我们心中 透过福音 透过耶稣基督十几家的大爱 从洗礼复活 带给我们是怎样的盼望 这个就是恩教的指望 这种酷教 这种恩典的酷教 带给我们 生命当中 灵里面 有什么的指望 有什么的hope 另外一点就是 他在圣徒当中 我们得到天上的祭业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好像承受神的恩典 神寄给我们的产业一样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是天上的上帝 这个郡王的 大郡王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都是 每一个都是王子 我们都是承受 有一些产业给我们 他说 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 你有这种身份 这种身份 在神的眼中 是多么的荣耀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第二点 盼望我们这样祷告 知道我们现在 所得的恩典 是多么的荣耀的一件事情 第三点 就是他更盼望 我们每一个信的人 神现在在我们身上 他要显出的能力 是怎样的浩大 他说 第三点就是 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透过圣灵 透过主耶稣的信的圣命 我们能做的事情 是非常大的 但是 好像保罗说 不是很多基督徒 懂得 我们现在领受的新生命 带来 怎么样大的 熟灵的能力 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就什么的事情 所以 这是三点事情 今天我在这个 讲道当中 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好 现在我们一点一点来 看一看 今天保罗的祷告的内容 第一点就是 他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天父 将那赐人智慧 跟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新一本的翻译就是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赐给你们智慧 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神 充分认识神 乃是说 可能你认识神一部分 但是不太足够 他盼望我们 充分认识神 完全地认识神 神的性情 神的性格 神的信义 神在教会当中 在这个宇宙当中 他的计划跟信义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神很盼望 我们能够知道 能够跟他一同 来分享 他的计划 分享他的恩典 分享他的圣情 神要与我们 做朋友一样 不单单拯救我们 我们在地 他在天 好像没有关系一样 很多人信耶稣以后 就等着将来回天家 他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跟神 祭俗在地上建立关系 所以他们好像 不太认识神一样 当我们问到他 你有什么纪念没有 他们好像 他们永远都是信主的时候 那一个经历 然后就好像 没有什么经历了 跟神好像 没有什么的关系了 所以保罗盼望教会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他说 这不是正常的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正常的生活 是我们每一天 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能够 祭俗每天认识神 祭俗每天 跟神有灵里面的相交 我们克牧神 我们纪念神 我们爱慕神 跟服侍神 他盼望我们的生命 透过这样 同神的交谎 这种关系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不一样 这叫丰盛的生命 我在圣经当中 下面我希望 透过旧约的圣经 一个人物 来帮助我们去明白 我们怎样能够认识神 旧约有一个人物 他与神面对面的交往 他就是摩西 摩西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3节 大家很熟悉这个情况 就是摩西 后来在旷野40年 牧羊 本来他是在埃及 他是一个王子 因为他被那个 法老的女儿受养 他从小长大 都在王宫当中 受最高等的教育 后来他用积极的能力 用积极的智慧 希望去拯救积极的民族 积极的人就是以色列民 但是后来他发现不行了 他打死人之后 被人发现他就逃亡 然后在旷野40年 他什么红杏壮志都没有了 现在他甘心做一个牧羊的人 然后在这个时间 神就去启示他 向他启示自己 在上上面 在一个小者的禁忌的火里面 神向摩西显现自己 然后就吩咐摩西 要到埃及去 带领以色列民 离开埃及 到迦南地来侍奉神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对摩西显现自己 然后摩西对神说 如果你吩咐我到以色列民 哪里 我对他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当怎么样说 是否我要 我连你都不认识 我怎么样去介绍你呢 所以神就对他说 当摩西问 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神就对摩西说 你说你们主众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怎么样对他们说呢 神就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民这样说 那自有拥有的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自有拥有的 I am 英语的翻译 神的回应就是 我是I am 永远都是 Always 世在 尽在 以后永在 神是谁啊 祂是永恒的存在者 祂是所有物极的第一个主恩 第一因我们说 祂是所有的根源 生命的根源 祂是创造宇宙 崇创生命的根源 我是 I am 摩西明白以后 他带着神的同在 然后回到 埃及 他出生成长 受教育的地方 然后带领 以色列民出来 神是自由 拥有的神 弟兄姊妹 你对神的认识 是怎么样呢 这个星期 我们广东堂 弟兄姊妹 同工分享 主导文 帮助弟兄姊妹 更多明白 怎么样祷告 我分享第一句话 我们在天上的父 当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去思考 这句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里面 有什么的意义在里面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每天都 可能说很多次 很多遍 好像已经 吸取那种意义 但是那次 星期三 神对我说 当我默想的时候 神突然之间 向我启示 我突然之间发现 原来我是 畅天照地的神的儿女 这个身份 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它怎么样改变 我的生命呢 第一点就是 我发现 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属灵的身份 我知道我从何来 我知道我是神造的 我不是宇宙的孤儿 我不是无中生有的宇宙的信尘 从喜悟万万碰撞出来 不是 我是从这个生命的根源出来的 我是神造出来的 现在我是蒙拯救的 我是神的儿女 这是我的 身份的所在 我是神的儿女 这是第一 我明白 我是从神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活在这个世界 有什么意义 我活在这个世界 不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人不知道 活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 无神论子 他说 我们都不知道 我做什么 如果我不知道 那我从哪来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隐隐隐隐的 每一天就这样过去 然后人又死去了 生老病死 然后就死去了 如果死去 又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没有意义 人生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当我知道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倾他为我的父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根源就是 从神而来 他就是我的根 我的根源 就是水 我就明白 我从神而来 我在这个世界 他生我在这个地上 是有目的的 我的人生是很有价值跟目的的 神要在我的生命当中 要完成他的计划 这是很重要 然后我知道 如果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将来要去哪里 我知道我要到天上面去 我要到神 为我预备的天下那里去 这就是荣耀的盼望的所在 所以当我认识神 越认识神的时候 我就越认识自己 我也越认识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我就能够凭神给我的 这个认识 我去面对我前面的 所有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 这是第一点 好了 技术就是 以福所书第一章十八节 保罗说 并且求神 教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祂的恩教 有何能的指望 祂在圣族中 得了祭业 有何能奉上的荣耀 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祂说 你需要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对神的认识 都很有限 我们必须要求神 来启示祂自己 因为我们不能 凭我们有限的 智慧老 老歹 来明白 无限的神 是没有可能的 必须要神自己 启示祂自己 好像神的摩西 启示祂一样 我们要求神 透过圣灵 吸给我们悟性 明白神 同时打开我们 心灵的眼睛 我们才能认识神 知道祂的信义 明白神在我们 生命当中的计划 是什么 我们需要祷告 所以这个就成为 我们的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我盼望我们都这样祷告 很诚心地求神 赐给我们 悟性跟智慧的灵 我们能每一天 更多认识神 更多知道祂 在我身上面的信义 求神打开我的眼睛 为什么说要打开我的眼睛呢 好像我们有些东西 蒙蔽我们一样 是对的 弟兄姊妹 圣经确实说 我们还不认识神以前 我们的眼睛 是被蒙蔽的 我要请大家 跟我一同来 读一段的经文 那这段经文就是 在这个 哥林多后述 第四章第三节 到第六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其等不信的人 被这个世界的神 弄下了信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那吩咐光 从黑暗中 叫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面的脸上 我们有些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很重要 它是确实是 我们还不认识神以前 我们的眼睛是被蒙蔽的 我们的福音是被蒙蔽的 因为谁把我们蒙蔽 就是魔鬼 世界的神 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 他透过什么蒙蔽我们 就是透过这个世界的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财富的迷惑 把我们的眼睛都迷惑了 意思就是 把我们的眼睛都引到这些东西上面 我们只看这些东西 只看这个物质世界给我们 带给我们有什么 能够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事情 我们的肉体里面 都是自我情欲的罪跟捆绑 如果没有认识神以前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 都是要满足我们的信息意念里面 肉体的需要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财富的迷惑 都是一样 每个人都是一样 这就是魔鬼 蒙蔽人心的手段 所以他说 现在神吩咐光从黑暗中出来的 已经照在我们心中 那个光就是世界的光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光照进黑暗里 黑暗不能升过光 现在他说 我来到自己的地方 若借待我的 就是信我名的人 我就赐他们全兵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学气上的 不是从情欲上的 乃是从神而上的 从天而上 从圣灵而上的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已经领受这种生命 我们里面的黑暗 被主的光光照 光照进黑暗里 黑暗不能升过光 有光的地方 黑暗就要离开了 所以我们已经触洗入身 弃暗投明 我们今天是这个 已经被主的光光照 世界的光照进我们心中 蒙教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跟恩典 今天我们已经从死亡的捆绑 罪的捆绑当中 得到释放 我们蒙圣灵重生 我们都是信教的人 我们有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向罪说不 我们有能力不犯罪 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在主里面有永恒的盼望 还有一点魔鬼 蒙蔽人的 让人跟神的关系 缩离的 就是这个世界的 所谓苦难的问题 苦难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是很普遍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都有困难 有谁说没有呢 我很想认识你 如果你没有 其实每个人都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是所不同的就是 基督徒有困难 非基督徒也有困难 但是基督徒当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所遇见的 都交给神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魔鬼就进来 他要引游我们 他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他就说 如果神是爱的源头 如果神是爱 他又是全能的神 为什么他允许苦难 临到好人身上 如果他是公义的 为什么他不拙止 苦难 困难 灾难 临到好人 甚至是他的儿女的身上 为什么他允许苦难 临到神的儿女身上呢 如果他爱你 他为什么让你 遇见这种困难呢 你为什么有重病呢 为什么你家庭的关系这么不好呢 如果你信耶稣 反过来家庭关系 反过来越来越不好 你怎么能解释呢 魔鬼就透这些东西来说白我们 让我们对神的爱 越来越有怀疑 对神的能力 开始有疑惑 如果这样 他就成功了 他就能够蒙蔽我们 慢慢把我们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爱 慢慢就抱起来 让我们看不见 如果这样 我们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求神 当你遇见这种困难 你心中出现疑惑的时候 保罗说祷告 祷告 求神打开你 心灵的眼睛 不要被这些事情蒙蔽你 你要明白 神在你困难的当中 神没有离开你 他人人与你同在 有一个我们常分享的 叫撒探上面的祝印 就是讲出这个很宝贵的故事 就是他说 有一个人 他在旁网上的时候 他在撒探上面与神同行 他们每走一步 撒探上面就留下两队的祝印 后来他们一直走 一直走的时候 这个人发现 当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撒探上面只有一队的祝印 只有一双脚印 就是他以为是他自己的 他就问神 他说神啊 你说你爱我的 为什么当我最困难的时候 撒探上面只有一队脚印 他就很难过 他怀疑是神不爱他了 他最困难是神抛弃他 但是神怎么样对他说呢 他说孩子你忘记住 撒探上面的那项脚印是谁的 你看清楚 他说不是你的是我的 他说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连走都没能力走的时候 是我把你抱起来 走过去 你走过洗衣的右骨 我与你同价 你走到无力的地方 我把你抱起来 那是我 我爱你 我以永恒的爱去爱你 弟兄姊妹 神以永恒的爱 爱我们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格林特厚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到十八节 很有意思 他说所以我们不上党 外体虽然朽坏 内心却一天 信息一天 我们借至战 最庆的苦楚 为要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弟兄姊妹 基督徒也有苦难的 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免疫 我们都有 今天很多的 COVID-19 基督徒也可能有 感染的机会 有人有交通的意外 基督徒也可能 遭遇交通的意外 有人有重病 迷失 基督徒也一样会生病的 但是所不同的 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在苦难当中 有神同战 神与我们同行 所以我们困难 但是不痛苦 我们在困难当中 凤浪当中 有平安 耶稣说 我给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 不能给的 你们心里不要 要求 不要胆怯 你们在世上 有苦难 但可以放心 我已经 胜过世界 接着是 神里面的 真平安 我们需要 这种眼睛 去看见 我们需要 从神的话语当中 去熟悉 神的话语 并且 运用这种话语 每次我们读这些经文 我们就把这些经文 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就抓住这些经文 去 好像把生命都压下去 我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信 这是真的 我们就这样信 我就这样祷告 我相信神就这样帮助我的 神一定帮助我的 他不撇弃我们为孤儿的 我们不是宇宙的孤儿 我们是宇宙的宠儿 我们是神眼中最宝贵的 所以 以赛亚书第49章 就出现这种经文 他说 那个生了孩子的母亲 他可以忘记 他的孩子 但我却不忘记你 我将你 写在我的手掌上 你的成长 藏在我眼前 这就是主 在这个 以赛亚书第49章里面 鼓励他的儿女 一个很宝贵 很宝贵的说话 所以 弟兄姊妹 今天也是 神没有忘记我们 妇人怎么能忘记 他起来的印孩 不连是他亲生的儿子呢 最后有忘记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 看啊 我已经把你 刻在我的掌上 你的成长 常常在我面前 神的话语 不会乐空 神是没有放谎言的神 祂是信实的神 每句说话 你都可以压下去 把你的信心压下去 去做着神的应许 但是你必须要明白 神的话语 不要断将取义的 认识神的话语 今天魔鬼常常断将取义 所以很多的义断 在教会当中出现 很多的所谓成功神学 那些鼓励人 去用信心来求神 就得到一切的 丰盛的 金钱财富 这种福音 今天在教会当中 我们叫成功神学 但是是一个假的教导 我们不要被骗 基督徒 有实际价 但是有恩典 实际价不为众我主的恩典 这是很重要 我们要同时很平衡地 来看圣经 有苦难 有恩典 但是实际价的 重担不为众我主的恩典 主不为允许 苦难 胜过他的儿女 他必为为我们 开一条处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这就是神给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鼓励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保罗在以福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 他说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念 所显得能力是何等的 浩大 就是叫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积极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进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要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的 所充满的 最后一点 保罗说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眼睛 明白 神在我们身上 他为耶稣基督 要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所以神要在他的教会当中 建立大能的子民 他要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 教会要成为 有能力去完成神的计划 跟信仪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这样求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丰盛的圣赖 我们才能够成为神 完成他的计划跟信仪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 跟十七节这样说 凡只能赐来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们是硬孩 回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赐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念的痛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他说我们不能 永远停留在 熟练硬孩赐来的阶段 我们必须要成长 我们要认识神 我们要读神的话语 透过神的话语 不单是头脑方面 来自从经验方面 使用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才能够 慢慢透过这种的操念 用神的话语 顺服应用神的话语 我们能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情 越来越能够分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事情 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福音 完完全全的 全出去 也让人在我们身上 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其他人能够从教会当中 看见神 这是神 要给我们一个最重要 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透过神的耳里 去认识神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神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国籍界限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主家里面的人 这是很重要 我们是一群神 要建立成为 在属灵里面认识神 同时得到神的能力 的大能的己民 去完成神的工作 这就是保罗的祷告 我也盼望这个成为 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这样向神来求 今天三点 我结束的时候再重复 求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跟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 使我们正知道祂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祂的恩照 有何等的指望 祂在圣徒中得的祭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知道 祂向我们这些信的人 所贤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这种姊妹 很多不认识主的人 我听过这样的说话 就是如果我的父亲 是谁是谁就好了 我就很幸福了 一般来说 他们就是说 如果我的爸爸是首富 最有钱的人 我是他的儿子 多么好 如果我的爸爸是皇帝 郡王 我是他的王子 我是他的公主 是多么好了 但是今天 主说 我是你天上的父 在福音里面 透过耶稣基督 牺牲的爱 我已经借那里 成为我的儿女 今天 主耶稣从洗礼复活 现在已经回到我的身边 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也同时坐在天上面 在我的旁边 所以你们要代表我 你们是荣耀的 你们是尊贵的 你们是宇宙神的宠儿 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 我们所得的恩典 得的产业 是无可比较的 所以今天你要真实 神所给的一切 同时要不要浪费 神给的恩典 我们必须完成 神叫我们在地上 把我们带进这个教会当中 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 一起成为 大能的子民 让教会能够降显神的爱 将荣耀来贵给神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跟大家有个简单的祷告 好吗 亲爱的主 你吩咐你仆人所说的 我都讲了 我求你的圣灵 振你的灵 赐给我们智慧 悟信 明白你的话语 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傲弊 能够明白 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 丰盛的恩典 你给我们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你必须与我们同在 完成你要我们完成了 所以求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 与你同行 谢谢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 同心祈求 阿们 神啊 你是掌管万有和永恒的主 复活在你 生命也在你 我们相信 在瘟疫泛滥的时候 你仍然坐着为王 你要为我们的教会 开道路 牵引我们 靠近你 生命的源头 来唱今天的回应是 神要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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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荒野无法执着 虽未看见他一个哭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是我英国 以我靠近他怀抱 爱能力量与伴着 他要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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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开道路 在荒野无法执着 虽未看见他一个哭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英国 我靠近他怀抱 爱能力量与伴着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帝兄姐妹 我们非常的感谢万牧师 为我们的正道 也感谢燕平姐妹 带领我们唱诗歌 好 我们现在来念 这个六月份的经句 记载在游大叔 20到21节 我们一起来念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 却要在自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日子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游大叔 20到21节 现在我们来一同念 使徒信经 我要请大家在你家中 你可以自己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信经 好 开始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圣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地比拉多手下 受难 必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三天 坐在 成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 生来公之教会 我信 圣徒相通 我信 罪得 赦免 我信 身体 复活 我信 永生 阿们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家人们 朋友们 我代表教会 再一次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崇拜 很开心 你在我们的当中 与我们在一起 好 以下呢 有一些的报告的事情 这个周年呢 是25周年的教会的庆典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呢 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 可是呢 教会还是不断的想办法 让大家可以多一些的联系 现在呢 我就提醒大家一下 你可以每一个家庭 你自己呢 一家的人 拍一个照片 是用家庭做单位的 你拍好了 就把你的家庭的照片 你就发过来 教会 在这个网址的上面呢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详细的资料 你发过来以后呢 教会就把不同家庭的照片呢 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 来做一些的记作 让大家可以回顾过去 比起见面 来认识 来感谢神的恩典 请大家尽量的可以把你的照片来发给我们 好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诗篇的分享呢 每一天在这个YouTube的上面呢 已经完毕 我们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把一个连结 弄了出来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连结 就把过去所有同工的分享 你都可以跳出来 你喜欢听的诗篇里面的内容都可以 好不好 在这个六月份呢 我们国语部 就是从每一个礼拜五开始 就早上九点钟就有一个分享的短片 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认识上帝的俗性 希望大家可以每一个礼拜就可以来一同的学习 另外是祷告会 我再一次鼓励大家 星期二的晚上 七点四十五分 就可以一同在Zoom的上面 在这个平台我们一同来祷告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基础与三一项来赞美神 请一同起立 赞美神三万福之甘 地上圣明党赞主恩 天上万群送赞主命 赞美神父上自圣明 阿们 好 现在请大家平信心 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 慈爱的天父 向你扬脸 祭祿平安 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 同蒙神的保守 特别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间 保守你 免你教育试探 救你脱离一切的送恶 又愿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显现的大爱 与圣灵的感动 交通 交通 引导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进食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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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姐妹 今天的崇拜在这里结束呢 愿主耶稣的爱跟祂的平安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